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燕门郡 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 这是公元615年夏季 初旋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 以致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 皇帝只好快速逃到燕门郡城中 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 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 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燕门山 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 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 第一次远征高沟黎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 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 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 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 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 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 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 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 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 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 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三十二天 雁门郡一带的三十九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 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 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 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 在隋杨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 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 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 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而结束杨广生命的 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 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 以及他的末代皇帝 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 城上启下的统一王朝 他成功地结束了中国 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 都保持着政治统一 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 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 隋王朝创造的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 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 他的人口总数接近五千八百万 开墾的土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项 直到隋朝灭亡二十年后 国家粮仓还在为后人提供食物来源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 处理着许多武士状的石雕人像 这是突厥文明遗留在草原上的印记 正是在隋朝统治时期 突厥以肃特文为基础 创立了不足的文字 开创了游牧民族拥有文字的先河 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 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 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 长城与运河 一横一纵 一刚一柔 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